欢迎来到Super E-LS Station 夜晚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残忍的东西 她见过太多 没有声音的破碎 凌晨三点打开窗户 换机的微风拂过脸 带着柔软的凉爽 整个街道安静地睡着 霓虹像影院散场的灯光 见证了数次的走远 而我的心也同这些灯光一起 被丢进季节更替的无常里 这大概是最后一次为她熬夜 把时间还给梦青 也把她还给人海 其实夜晚一直都是我们故事的见证者 相识的那会儿 谁都想多聊几分钟 话头永远都落不下 你接一句我回一句 拉拉扯扯地就过了零点 后来谈恋爱 肆无忌惮地通话 拧干每个晚上的水分 几百分钟的时长截图 至今还存在手机里 然后从某一天开始 辗转反侧等她的回复 隔几分钟就要点亮一次屏幕 直到心和眼泪一起慢慢冷掉 人们都说有情饮水宝 好像真的是这样 那时候总是有用不完的力气 在漫长的夜里数着天明 而现在爱变成独角戏 成了凌晨三点 我们置不住地谈戏 原来为一个人熬无数次夜 不仅是开始的引言 还是结束的住戒 前段时间我大学室友结婚 要我去参加婚礼 邀请韩上印着熟悉的名字 但是她在上学的时候就谈谈男朋友 他们两个人特别爱抱电话中 哪怕只是家常 都能说上很长的时间 我记得那个时候听她讲过说 她一定要嫁给他 我问她你为什么如此笃定 她说就是有一段时间 遇到了很多事情 半夜哭着给她打电话 电话拨通的瞬间 她觉得自己被一个巨大的怀抱治愈着 她说你知道吗 当下我们谁都没说话 万物安静下来的时候 仿佛全世界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们静静地在一起 有人陪我在私下无人的夜里 等着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好起来 这大概就是理由 不是所有的夜晚都能等到天亮 也不是所有的爱都会有回音 有的人永远不会在一个又一个难熬的夜里 让你等待着 独自消化无数安放的苦楚 可是有的人 转身就会把你扔在黑暗的长夜里 它连屏幕亮起的那点光亮 都不愿意给你 你小心翼翼地打下很多字 仔细琢磨着字里行间的意义 按过发送之后 就像等着彩票开奖一样的期待 你费心地收集着有趣的笑话 以及所有生活中精彩动人的瞬间 你努力地找聊天的话题 将它发过的每个字看了又看 企图找到一点关心和在乎的蛛丝马迹 你笑自己像一个傻瓜一样 手着手机只为描绘他的消息 偶尔也怪自己太主动 于是忍住不回 却没有坚持几分钟就摆下阵来 你整晚熬夜 消耗着自己的热情 直到精疲力尽 才终于明白过来 只有一个人的苦苦支撑 是会坍塌的 张爱玲说 爱是一场萌眼的远行 谁也看不清途中的风景 聪明的人在惶恐中 偷偷地摘下眼罩 痴情的人 只是物字握紧 收敛的那个人 很遗憾 有些人相识又归零 可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有突如其来的遇见 和始料未及的喜欢 也会有猝不及防地离开 和毫不留情地散场 爱应该是白昼的情语 不该是黑夜的浑尘 而人生 又如日出般壮阔 大可不必 又于短暂的萤火 你要学着跟自己 握不住的东西 说再见 如同行车导航 经常提起的那一句 请在合适的位置 选择掉头 所以亲爱的 就从今天开始擦干眼泪吧 关掉灯 祝你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